大家好 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说起小龙虾 大家肯定马上就能想到麻辣 盛容 十三香等等吃法 但是自己在家想做小龙虾 那么小龙虾要怎么处理呢 今天我把我学到的处理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能做到美味干净的小龙虾 首先你要准备好食材小龙虾 处理小龙虾之前 我们要让虾冷静一下 可以先放点盐或者白醋 水刚好摸过虾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开始清理小龙虾吧 第一招 拿起你的小龙虾 可以看到这只小龙虾非常的脏 我们需要把它从上到下 仔细的刷洗一遍 刷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干净了不少 但是水已经非常的浑浊了 第二招 去除虾头 因为虾的胃就在头部这里 里面全是它吃下去的脏东西 我选择从下方这里剪 因为不会破坏到虾黄 然后把中间这一块东西挑出来就可以了 虾头剪掉之后 第三招 去虾塞 因为小龙虾的这些小脚一般都没有什么肉的 不好吃 而且很脏 然而这小虾脚恰巧连接着虾塞 我们可以抓住小龙虾的钳子 就可以轻松把虾塞取出来了 可以看到虾塞也非常的脏 第四招 去虾线 虾线就在虾的尾巴的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拧一下 轻轻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处理好的小龙虾是非常干净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